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7日 今天是星期六 這節想跟大家討論一個事項 就是香港 是不是想 醞釀 當然我們不是說他立即有這樣的政策 但是 這個共產黨的特色 就是他們每一件事 都想 管制到底 這一件事最可怕的就是香港 現在有一大 一群 就是土共 這一群人 他們有一個特色 其實這一群人 很喜歡控制其他人 例如醫衛局局長 盧寵物 他又 愛好共赴王泉 一直以來 都是一心 覺得 就是要借助防疫 達致控制別人的效果 所以我看到早前也有 網民在討論說 為甚麼盧寵物 在那個 界別那裏好像做得很出色 都已經叫做有社會地位 為甚麼還會繼續 幫港共政府為虎作槍呢 其實這個問題 實在問得太善良 又或者 說得難聽一點 問得太天真 對於 勞重貿這些人來說 會說得出口 要共赴王泉 政治鬥爭上路的人 由始至終 這一群親共的人 他們全部都有一個特質 就是覺得 只要自己獲得權力 就可以 對其他人對別人 私家限制 可以管別人 可以將別人徹底控制在自己手上 正常的商業社會 那一種 可能是做你的僱主 那一種控制 達不到 滿足不到這群人的慾望 其實你會看得很清楚 例如梁振英這群人 例如林鄭月娥這群人 你其實看得很清楚 他們的特質 到最後 他們那麼愛權力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想 徹底控制別人 這一節我們要討論就是這件事 當然現在未必有這樣的政策 要推出 但是實際上 到就算真的做的時候 他也不會跟你說 我現在要把你全部 公營化 因為這一句不會再說 實際上 就是所有私營的東西都要受他 徹底控制 這一節我們 會暫時放下一些比較具爭議性的話題 例如這個私家醫院 私家醫院 香港那些 做了很多壞事 還有很多 私家醫院界別的人 在香港發大財 全部都是藍絲來的 我們暫時放下 先討論了 勞寵謀想點 這節就說了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的時事分析節目 星期二得道的節目 主力節目 將會放在主頻道 而後備頻道 將會播放 新聞快訊 希望大家記得全部都支持 記得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法 為甚麼我們說要暫時放下呢 因為如果要把他混合討論就會很麻煩 因為如果你問我 私家醫院 絕對不會因為 港共政府對他打壓 我就會保護他 這班是徹徹底底的 藍絲來的 這班也是 香港的既得利益者 更加是香港專業壟斷 其中一個 極度的重災區 所以 如果你問我 盧寵茂出來對付他們 這個叫做建制派來控 不過算了 我暫時 將 私家醫院的惡行 丟到一邊 先說盧寵茂想怎樣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 盧寵茂這種人 這種土共 他們的心態 不只是想賺錢 可能錢 對於一部分親建制的人來說 都相當之重要 當然我也不是說盧寵茂不貪錢 我沒有賺他 他們又要錢 又要權力 但是在他們心目中 權力可能比金錢的吸引力 稍微還要高一點 你看看梁振英那種人 你就知道了 他也不是算窮 但是他失去了權力 之後那種失意法 大家可以看到的 不停出來 網上變成網絡遊魂 追擊這個呀 追擊那個呀 追擊英國呀 看英國新聞呀 問英國為甚麼不報導呀 報紙也有報導啦 失去了一個 存在價值 因為權力 對於這些人 來說 在他們眼中 那個政治權力 更加重要 因為他們 喜歡控制別人嘛 喜歡支持共產黨的人 全部有這樣的特質 共產黨就是跟你說 你是農場嘛 你是畜生來的 我現在管你 我是為了你好而已 你的生生死死 你賣去哪裡 什麼時候被人劏 都是我幫你決定的嘛 達至社會高效嘛 農場就可以繼續生產更多的畜生出來啦 應該叫生畜才對 不過不要緊 其實他們也是一樣 他們也是畜生 又是生畜 我在說盧寵茂 盧寵茂出來大大力攻擊私家醫院 我再說一次 私家醫院 不會因為盧寵茂攻擊他 我就會保護他 私家醫院跟盧寵茂之間的鬥爭 是建制派來雄 盧寵茂 作為現在現任香港港共政府醫衛局局長 出來大大力攻擊私家醫院 你覺得盧寵茂是不是真的 那麼關心香港市民福祉呢 當然不是啦 他一直跟你說 病毒共存就是共父王存嘛 但是自己 現在整個香港 都在共存的啦 你也清零不了 你要清零就要硬清零的嘛 他肯定不會做的 結果順口開河 但是盧寵茂會做些甚麼呢 他會借助現在的情況 繼續進一步 收緊 對人的控制 這個才是他最大的慾望 你猜他真的關心你們嗎 有這樣的疫情在 我才可以醫衛局做事嘛 選盧寵茂上去做醫衛局 取代這個陳肇始 林鄭月娥政府 被人掃下來 不要 要李家超 的原因 就是因為李家超是紀律部隊 習近平覺得要聽話 當我要執行強硬政策的時候 他不會像 陳肇始或者林鄭月娥那樣 不是這兩個人不聽話 這兩個人 做得不夠貼 習近平也不喜歡 你說選盧寵茂上去做甚麼 盧寵茂就是負責做這件事的嘛 適逢 北京 發生權力鬥爭 然後 誰是中央 誰是華僅士 是不是國務院 是不是李克強 他們也分不了 所以 暫時把對人的管制 好像 放鬆了一點點手腳 但是不代表 他們的本質有改變 到最後 無論是香港人 香港市民 公立醫院醫護 醫生 甚至乎現在 就算你是私營機構 他也不想放過你 不過當然你既然在這個地方是賺錢的 你 就是受他限制的 跟你外資一樣的 你外資你不撤資 你在香港要做生意 就是要被港共政府搞的了 不過外資就不是來鬥 再說多次了 公立醫院 私營醫院 私家醫院 這班醫生 絕大部分都藍到黑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你看到港共的魔爪想向他們伸出 其實這是必然的事 我們也說過很多次 藍絲才到最後 你們有多少利益 都是他的糾菜 都是受他收割的 最聽話的人 你就是要乖乖 站在那裏給他割 跟那些 舔共明星是一樣的 到最後 他們會做甚麼 他們只會 更快 表忠 跟那些舔共明星 就是一樣的 到最後 你說我們會不會同情他 沒有得同情的 你同情他 你不如同情陳奕迅算吧 我們儘管看 假如 香港的所謂疫情 繼續就是有上升 首先我們可以估計就是 盧寵茂 一定會對 那個 社交措施一定會有新限制 第二件事 盧寵茂上去 就是要對 香港 所有這些 所有機構 包括私家醫院 他們 想進一步控制 控制了是不是跟利益無關呢 也不是的 控制了之後就是有利益 誰不聽話 不給做生意 誰聽話有利益輸送過來 生意給你繼續 內地的醫院就是這樣 內地 嚴格來說沒有公營醫院的 全部是私家醫院來的 全部 劏人 現在在說 把私家醫院不是要把他公營化 是要把他私有化 變成 當權者 私人財產 這件事我很肯定 他們心目中 一定是想這樣做 但是什麼時候做 做不做賭注 這件事 暫時未知 但是盧寵茂 一定心裏面 是這樣的想法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